但另当别论 底下一题啊 说在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化身再来的公案 请问所谓化身 到底是真身来还是假身来 身没有身家 没有真家 这在《华严经》呢 讲的很多 真身 并伐戒虚空戒 无处不在 真身就像化身 我们讲的说 化身是能量 这个你很难懂 如果你常听《华严经》 你会知道 这个能量也不可思议 你无法想象 为什么呢 它没有大小 它没有远近 它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大小 它就是圆满的 宇宙之间 这是万事万法 在一个小小的一点里面 它也具足万事万法 这个在《华严经》上 我们读过的 因为微尘里面 有世界 跟世界是完全一样的 世界并没有缩小 在这个微尘里面 微尘也没有放大 爹满 大小 这 被人 这 这 还 我看不见 都 你 怎么 感谢观看